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解开这个谜团就要从原子结构的发展历史开始说起 在19世纪初英国科学家道尔吞提出了原子论 他认为世界上所有物质都是由微小的粒子所组成 这个粒子称为原子 而原子也不能再分割为其他更小的粒子 这个理论被当时的科学界认同并一直沿用 直到19世纪末 科学家在研究阴极射线时发现了全新粒子 道尔吞的原子说才做出修正 阴极射线是在充有低压气体的密封玻璃管里面 置入两片金属板 分别将高压直流电流的正负两极连接在金属板上 此时负极会发出射线向正极前进 由于射线是由负极也就是阴极射出 也就被称为阴极射线 英国物理学家汤姆森在做阴极射线实验时发现 阴极射线会被外加的磁场与电场干扰 判断出阴极射线应该是一种带有负电的物质 汤姆森透过实验数据计算出阴极射线组成物质的质量 他发现阴极射线与周期表上的任何原子都不同 质量只有最小原子 轻的两千分之一 汤姆森配论出 组成阴极射线的物质 应该是一种比原子更小的粒子 打破了道尔吞原子无法被分割的理论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汤姆森的实验是怎么做的 汤姆森在正极处设置一个小孔 只让直线前进的粒子通过 接着在后方外加电厂与磁场 应急射线受到电厂的作用会向下偏折 而受到磁场作用会向上偏折 接着逐步调整磁场的量值 当应急射线受到的电力与磁力达到平衡的时候 应急射线就会以直线前进 假设磁粒子的质量为M 电量为E 以水平速度V0入射到电厂为E 磁场为B的区域时 粒子受到的向下的电力F1 数值为电量乘以电厂 以及向上的磁力FB 数值为电量乘上速度与磁场大小 当电力与磁力达到平衡时 我们可以得到速度V0为E除以B 接着我们把磁场移除 假设金属板的长度为D 我们可以先算出粒子在牵持方向的加速度如画面所示 由于粒子在水平方向受力为0 会维持速度V0 可计算出其通过电厂的时间T1 而粒子入射时的垂直速度为0 利用等加速度公式 可以算出粒子通过平衡金属板后的速度V1 以及牵直方向的偏移Y1 粒子通过金属板后不受力 水平与牵直方向速度依旧为V0与V1 护其偏移距离Y如画面所示 将两段区域的偏移量相加 可以得到粒子受到电厂作用的偏移总距离 最后将前面得到的速度公式代入 就能得到这个粒子的赫值比 其中的磁场B、电厂E、距离D 以及金属板的长度D 都是已知条件 只要测量偏移距离Y 就可以得到阴极射线粒子的赫值比 我们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汤姆森发现 就算他将阴极射线管中填充入不同的气体 或是使用不同材质的金属电极 因此射线发射出来的粒子都是一样的 因此汤姆森推论出 这个带有负电荷的粒子应该存在于所有的原子中 而原子并非不可分割 而是可以拆解成更微小单位的 但大多数的原子都是不带电的 如果原子中存在有负电粒子 那原子应该会带有负电 所以原子中应该会有其他的正电物质与负电相消 最后汤姆森提出了葡萄干布丁原子模型 汤姆森认为原子是一个球体 带正电的物质均匀分布在原子内 而带负电的微粒则平均分布在原子中 就像带有葡萄干内线的布丁一样 这样一来 原子的状负电会相消 保持电中性 而这个带负电的粒子 被学术界取名为大家所熟知的电子 现在让我们来回答前面的问题 映像管电视机就是应急射线的应用 它是透过电子枪射出电子树 让屏幕内侧的发光涂料产生图像 而映像管荧幕会发生问题的主要原因 是湿气、接触不良等因素 让画面无法聚焦 拍打电视解决问题的原理可能有两个 一个是拍打电视机后 或许能解决电极接触不良的问题 另一个则是电视开机后升温 在拍打电视的期间驱散了湿气 萤幕也就清晰了 其实跟拍打电视的动作无关 我们来总结一下这支影片的学习内容 汤姆森在应急射线管中加入电厂与磁场 成功计算出应急射线的粒子质量 应急射线的组成粒子带有负电 且质量只有氢原子的两千分之一 汤姆森提出葡萄干布丁模型 认为原子是一个球体 带正电的物质均匀分布在原子内 而带负电的微粒则平均分布在原子中 在汤姆森之前 其实也有科学家对应急射线管 做过施加电厂的实验 但当时并没有发现应急射线偏移的现象 想想看 哪些因素会导致应急射线偏移的实验失败呢? 欢迎留言分享你的想法 我们下次见 拜拜